好我現在人在北京了 非常感謝Vivo這次邀請我來北京 參加他們的Vivo X200系列的發布會 那今天這部影片我就來聊一下 我第一時間上手的新的 還有一些產品資訊 那首先Vivo這次發布了三款手機啊 分別是6.67吋的Vivo X200 以及6.78吋的Vivo X200 Pro 還有一款是6.31吋的Vivo X200 Pro Mini 那三款中比較特別就是最後這一款 Vivo X200 Pro Mini 6.31吋的旗艦小手機啊 還可以看到著重於手感的小台旗艦 真的是讓人非常的感動啊 實際上的後它的手感也確實蠻好的 而且整機的重量表現非常的好啊 只有187克 拿起來真的是輕鬆許多啊 單手就可以做操作非常的不錯 而且很厲害的是這款手機雖然小 但它的電池容量高達了5700mAh啊 非常的驚人吧 小台旗艦還可以有這麼高的電量 而且Vivo X200 Pro Mini 是這三款手機裡面中唯一一款是全平面螢幕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單手掌控的手機 然後又喜歡全平面螢幕的人 這款手機就會是你的首選啊 不過這款Vivo X200 Pro Mini 不知道台灣會不會上啊 有興趣的趕快底下留言敲碗一下吧 然後再來我們就回到Vivo X200 Pro系列 這次他們總共推出了四款顏色啊 有黑色 白色 太灰色 以及這次最最最特別的就是這個 海洋之星啊 這個藍色的部分 很像藍寶石一般的這個顏色啊 它採決是有點類似水波紋的設計 在不同的光線折射的情況之下 它會有不同的反射 會讓你有一種水波紋的那種感覺在 稍微的變換一下角度 就有不同的背蓋的感覺 我覺得算是一個蠻高調也蠻不錯的設計 非常有辨識度啊 不過它也蠻反光的 我很好奇喜歡這款的人多不多 我底下留言告訴我你喜不喜歡 然後再來黑色的部分的話 走的就是比較偏向磨砂質感這種感覺 然後白色的話 我覺得它有點像陶石那種感覺 但我不確定它是不是陶石 但整體來講白色的白是蠻純淨的 然後泰色的話就是一般那個正常發揮 就是一個泰金組那種顏色這樣 它隨著光線之下也是會有一點點的顏色變化 不過就沒有藍色這麼高調 我自己是蠻喜歡這次的藍色 雖然說真的是非常地高調 辨識度極高啊 然後再來就是這次的重頭器 Vivo X200 Pro搭載S4首發的 連發顆天璣9400的處理器 採用的是台積電的3奈米製程 這首款安兔兔跑分 可以跑超過300萬分的手機 而這次的天璣9400相較於前一代的天璣9300 單核提升了35% 而多核效能更是提升了28% 那整體的功耗還降低了40% 這點真的非常驚人 我非常期待它的續航力表現 不知道它的續航力會有多誇張啊 這次的天璣90年還搭載了一個 Agentic AI引擎 所以在AI的應用層面會更加的進化 上次我這次在北京發表會時呢 看到路板的時候 就有搭載一個叫做小V圈售的功能 就有點類似Google搜尋圈那樣 就是你可以直接圈選 它就可以顯示說這個東西是什麼 或者是有些背景資料 或者是幫你以圖找圖那樣 又或者是他們這次新增加的這個原子導 我覺得這東西蠻有趣的 類似iPhone的動態導 但是又結合了傳送門的功能 就是你直接藏按某個資訊 像是你藏按一個地址 上拉上去之後呢 它就會開啟對應的APP 像是可能是地圖的APP 還是直接幫你做導航 或者你直接藏按一個圖片上去 它就會直接幫你打開淘寶的網站 你就可以以圖搜圖 直接馬上去進行購買 這個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不過這些目前是路板的AI 我不確定到台灣上的國際版會有哪些功能 大家就可以再期待一下囉 然後再來聊一下影像的部分 這次的影像系統也是非常的猛 我自己最期待就是它升級的長焦的部分 從原本的5000萬像素的APO長焦鏡頭 升級到了2億像素的前望式蔡司APO長焦鏡頭 而且這顆長焦鏡頭也是支援了長焦微距 最短對焦距離是15公分 可以拍攝長焦微距 這個感覺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我現場在發布會的時候也有稍微體驗一下 它真的是把它zoom運到非常大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顆鏡頭跟Vivo X100 Ultra 應該會是同顆鏡頭 不過他們在發布會有提到 因為他們這次搭載了新的大模型畫質增強技術 以及新的135mm的人像焦段 所以這顆鏡頭 它會比Vivo X100 Ultra的鏡頭 再表現得更加出色一點 那我自己是非常期待之後拿這顆鏡頭來拍 不論是長焦或是長焦微距的部分 我是很好奇這個2億像素的細節會有多誇張 真的是非常的期待 然後此外這次的主鏡頭的感光元件也有升級 它採取的是跟Sony聯合訂製的LYT818感光元件 大角是1比1.28英寸 雖然說不到1英寸 不過搭配藍圖演算法 以及新的這次的影像晶片V3 Plus Vivo表示說這顆感光元件 可以提供近乎1英寸的感光元件的表現 而這邊錄影的部分 它這次也有所升級 像它升級了4K 120Hz的電影人像錄影 那我之後拿到10集之後呢 也會實際上走去錄製看看 看看它的效果是如何 這次的Vivo X200系列也都有搭配 蔡司的T-Star鍍膜 所以不論是在鬼影或耀光也都不用太擔心 那總之這次的影像系統我自己是非常的期待 因為我還記得我當初拿到Vivo X100 Pro的時候 那個使用長焦懸日的感覺 或者是長焦微距的拍攝體驗都非常讓我驚豔 所以這次的Vivo X200 Pro 我也很想知道說使用起來感覺是如何 如果你想知道什麼的話也都歡迎在底下留言 然後再來聊聊螢幕的部分 這次Vivo X200 Pro系列搭載的是一款6.78吋 120Hz LTPO的OLED螢幕 局部峰值亮度最多可以達到4500nits 重點是這是一款四邊等身的微曲面螢幕 它的曲度是非常的小 像是我喜歡曲面螢幕的人來講 我就可以享受曲面螢幕帶來的窄邊框的感覺 而且它的側邊手感是非常的不錯 你側滑的手勢是不會有歌手的感覺 這個真的是蠻不錯的 不過我也很好奇這個四邊等身微曲面的螢幕 你們可以接受嗎 我自己覺得它的曲面的曲度是非常的細微的 不過如果你是平面螢幕派的底下留言告訴我 你可不可以接受這款螢幕 再來就是這款螢幕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功能 就是它支援了全亮度的 2160Hz的高頻護眼調光 它在全部的亮度時都可以保證你眼睛的舒適程度 不過我自己眼睛沒有這麼敏感 所以如果你是眼睛比較敏感的人的話 之後拿到手機的時候也可以幫我試用一下 測試一下說看你真的滑起來的感覺 是不是會比較舒服一點 因為有些人真的對於低頻的螢幕會比較敏感一點 那有這個2160Hz的高頻調光 相信滑起來的感覺會是比較舒適 然後再來就是電池的部分啦 Vivo X200 Pro非常的誇張 它的電池升級到了超大的 6000mAh啊 已經很久沒有聽到這麼大的數字 而且它的重量也沒有到非常的誇張 整體的手感還是非常的不錯 那這個電池是因為它的電池技術有所提升 所以它可以變得比較輕 然後比較小一點 然後最有趣的是 他們這次採取的是半固態電池啊 它的極限環境之下 你可以讓它在-20度的情況之下去做使用啊 那在展場的時候 我甚至看到他們直接把手機冰在冰塊裡啊 那手機也可以在冰塊中正常的運行啊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驚人的展示啊 在冰塊裡的手機 然後最後就是這款 Vivo X200 Pro也支援了IP68的防水防塵 以及新的IP69的防水防塵啊 所以不只是泡水 在沖水的情況之下 它也可以做到防水 所以這就真的是蠻不錯的 好啦那差不多就是這一次 第一時間的上手體驗心得啊 然後再次提醒一下有一些部分的功能 像是可能AI的部分啊 都要等台灣之後上市公佈的為準 那我現在體驗的是路板 那我周圍有路板的開箱影片 或者是新的影片 如果你想看的話 記得幫這部影片按讚 和樂推一下這部影片啊 那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見啦 喬喬 拜拜